不少粉丝每天都会为偶像打call增加热度,当然也不乏有些人为了上热搜而买假数据,这次爆出来的就是当红小花迪力热吧,微博热搜榜官微经用户举报,追查了ID数据,称数据异常增长的用户会受到影响,有人用非正常手段刷数据。 后来官微追上一条微博称已经找到了数据异常的用户,明显的同ID刷数据,并且已经取消了该用户的称号。 有网友则发现近日打call数据异常的只有迪力热吧,其他明星包括超级流量小声,陆寒日增幅只有百万,而迪力热吧却有1300万之多。 当然也存在迪力热吧确实是欢迎的可能性,但是又发现迪力热吧获得的称号演员,已经被官方取消,1300万的日涨幅也已经取消,由原来的6000万直接降到3000万,看来官方发现并查处的违规刷热搜的票数有近3000万之多。 这下迪力热吧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,有不少网友指责迪力热吧暗自买热搜,找人刷数据,也有人则认为一定是某些粉丝为了给偶像睁脸。 从某种集团